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的是传统文化与社会转型的第51集 讲到现在呢 我讲的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 中国文化缺什么 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究竟是怎样一个特质 都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些 应该说是不同的一种看法 我今天要讲讲我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从2013年底 我离开学校之后呢 我就一直在江苏榜营的老家 在网络上继续从事中国的民主化运动 当时呢 我是兼任中国人权观察和玫瑰坦贝的副理事长 但是从2015年之后呢 我们的理事长秦永敏先生 他就再次身陷囊鱼了 他在去年18年5月被判刑又判了13年 这样他的人生的这个坐牢时间啊 如果坐满的话啊 那就超过了35年 有人把他称为是中国的曼德拉 我觉得呢 这个对他的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 他的诞生基本上都在共产党里的监狱中度过 而且我们知道 共产党他跟英国的殖民者比 他的监狱应该说是更加的残酷 我们向这位终生的一定为斗士致敬 但是我现在觉得他的这个转型思路 我个人认为是走不通的 请我保留这个意见 虽然我曾经也走过这条路 并且也实践过 也战斗过 但是我今天来到西方之后 我真正了解到这个西方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基础之后 我觉得中国这颗步步 是没有办法实现一个文明社会 所具备的这些上层建筑 比如民主议会 比如选举制度 比如司法独立 这些东西不是从天而降的 这个怎么来 我以后再说 那我之前就说了这个秦永敏坐牢之后呢 我的压力就大很多了 我就成为网络上的团队的发言人 成为代言人 这样的话呢 就受到当局的一个严厉的管控 在我的这个老家门口装了三个摄像头 对着我的门口的 这样我去哪里 还有什么人来看我 那都是要受到当局的隐秘监控的 这个日子是不好过的 而且呢 苏州国宝呢 他也大言不惭的直接跟我讲 潘老师你去了哪里 你都要跟我汇报 就是这种处于一个暖精的状态 应该说是比较差的 我成为有几次呢 去外地看朋友 非常的尴尬 人还没到 人在车上嘛 国宝的这个电话都来了 就是说他的监控对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就是说你根本就没办法活动 我也有过刚下车就被国宝带走的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你的所有的手机通讯工具 都是在他们监控制下的 共产党对付我们这样的人 对付异议人士 那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也造成了大陆的维稳费的水涨船高 这个意思 这个蛮有意思的是吧 这个逻辑在这个正常的社会是讲不通的 他用纳税人的钱来防止那些 要求政府改正的 要求政府悔改忏悔的那些纳税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走通的一个逻辑 但是在中国人眼里是比较正常的 我的那些邻居 那些县城里面的那些居委会 大妈老太 他们觉得很正常 他们觉得你不正常 你有饭吃 你在他们眼里我是很有出息的 因为我那么早考大学考出去了 我在苏南 在苏州工作 在全国重点中学工作 你是很有出息的 你现在怎么落到这个样子 你怎么天天被那个公安局人盯着 说明你这个人有问题 他们的思路就是 无论如何政府都是好的 政府去打宁标 打刘少奇都是好的 后来给刘少奇平反 给宁标怎么样 宁标没平反 反正都是好的 在这种逻辑之下 中国它是没办法一下子实现一个文明的 尤其像这个社会启蒙 我也做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启蒙中国人是非常难的 因为中国人他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系统 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坐标 这个价值坐标怎么来 我认为 我在后面也将要讲到 我认为还是因为中国没有缺少 这个成熟的神学和宗教体系 它就没有这样一个价值坐标的东西 它不能提供一个超市的东西 那么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它就必然带来 每个人追求的都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一种次数的成功 所以大家都去比谁挣的钱多 像我这样放弃优厚的待遇 放弃优秀的老师不做 你去做一个艺人事 那就意味着你会丢掉很多东西 那现实中我也确实丢掉很多东西 我失去了家庭 我失去了工作 我被人看成另类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去寻找 内心中的光明 那所以呢 在这几年之中呢 我就坐在家里看书 去网上买了很多的书 去哪个城市去 进朋友也是先去那个城市的图书馆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书的人 因此呢 有的时候我也在网上 跟一些朋友办了很多的群 这个群的目的是启蒙社会 至于有没有启蒙到 我觉得还是有效果 有很多朋友伺候跟我说 潘老师你确实启蒙了我 我觉得我能做到这一点 我也是挺开心的 至少你是作为一个 对中国文明进步有恭敬的人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一位河南的女士 她就跟我有了网上的恋情 这个恋情是从2015年1月份开始的 我们这个恋情维持了三年 到2018年结束 那么这也是我后来到荷兰来 选择荷兰做政治庇护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有个朋友 她是在荷兰 我是来想见她的 至于有没有见到呢 我们要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兰来